期末的作業同學的角色貼圖應該都完成了 Skin也架好了 所以我們分兩個部分來做 一個是角色的靜態 那當然不要佔大字型 以後同學做 你要做那個作品集也不要讓你的角色佔這樣 這樣佔這樣很呆 所以我們首先先建一塊地面 好 好 做一塊地面 這塊就是地板 材質面積器 拉一個Mate Shadow才直進來 這一個 直接拖給我們的地板 直接拖給它就好了 好 然後就可以把這塊地板冷凍了 因為我不需要再碰到它 好 這樣就可以了 好 然後呢 再切換到選擇Bone 目前我們按Render 目前現在直接按Render 等一下 把這個存檔 把這個存檔過來 這是之前有設定存檔 目前直接按Render 骨頭會跑出來 所以你會看到這樣子 這裡有一根骨頭 腳這裡有骨頭 那我們其實不需要看到骨架 不要看到骨架 那不看到骨架最好的方式不是隱藏它 因為我還要骨架調東西 最好就是這樣 全選所有骨架 右鍵 物鍵屬性 不可以Render 就是Render 關掉它就不能Render 那這時候你再算圖 回到800 600 這樣 就不會有骨頭 畫面上還在 我還是可以操作它 但是它不會被算圖 那這樣子比較方便 好 這是第一個部分 第二個部分呢 我需要打光 這邊的光線 我們用比較特殊的 在Create System Biped的下面 有個Daylight 不要選錯 不要選到Sunlight Daylight 反正就是 不是陽光是日光 這個意思 好像是一樣的東西 好 選它以後 它會有警告訊息 不管它 就Yes 好 畫面上 隨便找個地方Click 會出現一個指南針 然後滑鼠放開 移動就是燈 這個燈 你只放這樣還是放這樣 都沒差 它是無限大 無限遠 好 那就建立出來了 好 建立出來以後 到Modify面板 好 告訴它說 我的太陽是MR上 MR上 我的天光是MR Sky 同時呢 跟它說 我要使用MR Sky 當背景 所以Yes 好 還沒完 現在不能Render Render Render Setup 視窗打開 選到最下面 在Render了 以前我們講過 之前我們用過 QuickSever 現在要用的是Mental Array OK 好 那現在可以算圖了 Mental Array算起來就是這個樣子 4核CPU就會有4個方塊在跑 好 然後 這個Daylight呢 它包含了一個陽光 一個日光打下來 還有一個天光 就是這個半球型的 這個照著人的 這一個半球型的大氣層的光線 所以你會看到有點帶藍色 好 這個可以調 不過我們現在不管它 好 基本上用這個方式Render起來 就是會看起來都這個樣子 粉粉的 粉粉的那個光線很均勻充足 好 那 這個叫做很基本的Render技巧了 所以沒有什麼特殊性了 好 所以 當然顏色還需要微調 不過先這樣子 好 光線的方向 可以改 好 但是因為我們的 model鍵的方式都是面對視窗 所以它一定是 看一下 現在我的角色面對南邊 所以東西 東西 好 我想要改變燈的位置怎麼改 一個方式是人工 Menu 那這樣我就可以選燈 那這樣我就可以選燈 選燈 然後搬來搬去 這樣子 這是一個方法 這是一個方法 但是我比較建議使用這一個 Data Data 這個 這個怎麼設定 按 setup 這裡呢 我就可以設定 地點 我們回到亞洲 台北 台北 好 那它就會用台灣的 6月21的幾點幾分的光 太陽所在的位置去照明 好 這是真實的世界 所以如果你想要把它射到非洲 那是哪裡 坦上尼亞 然後 利比亞 差不多 好 設在利比亞好了 好 那 上午下午 看你要設在幾點 看一下角度 糟糕 太陽在後面 再換個地點好了 如果你要更精確就是人工設定了 不過我現在就亂設 哇 有一點背光 回到台北 好 日期也會影響 因為北回歸線的關係 所以日期也會影響光線 所在的方向與位置 還有幾點幾分 光的亮度 像現在 這個不錯 光都在正前方 然後是2月的日期 改3月好了 這樣 好 現在太陽從左上方 左前上方下來 有沒有 現在太陽方向改了 左前上方下來 好 所以如果你想要改變 這些資料 在這邊可以修改 那 如果你把它的時間 改在清晨 一樣喔 它的光線會 太陽光的那個 感覺會跟著改 我們用這個角度看好了 會看到太陽 清晨 的光線 太陽剛起來 好 大家看到有感覺就好了 好 那如果黃昏呢 那如果黃昏呢 一樣 黃昏會有黃昏的 光線 好 這樣子應該看得到太陽吧 看不到 已經下去了 好 黃昏的光線 好 顏色其實不一樣 早上跟黃昏的光線 它在 根據你的季節 時程的設定不同 天空的顏色 自己會修改 好 所以很適合做 建築展示 不過我現在是拿來做 簡單的角色打光 所以設在 一個我想要的時間點就可以了 好 光線的方向是我要的就可以 好 那 這是光線的部分 所以 還有我們Render的大小 順便設定一下 作業交的時候 Render的大小 就設 寬度 800高 1200 按Shift F 開安全框 好 等一下我會再把角色弄一隻在背後 所以我要 我們一次取兩個角度 因為 這樣子 前後 前面 背面都看得到 好 那這樣子其實就可以先Render一次 好 那你可能覺得它好像有點偏亮 對不對 好像曝光過度 好 先Cancel 曝光過度的原因是因為 Rendering Environment 或者 Rendering Explosion Control 曝光度控制 其實 曝光度控制 就是在Environment的面板裡 在這裡 那這邊呢 你可以自己改 目前它是用那個 一個控制方式 我可以改成 下面這一個 MR的 然後設定戶外 乾淨的天空 然後告訴它 我要用攝影機的思維 相機的想法 就是 底片 ISO100 光圈 16 這麼強的光線 我應該如果正常 我會把光圈開到32 快門速度125 過暗了 光圈 光圈說太小了 光圈回到16 就是進光量大4倍 光圈大1倍 進光量大4倍 這樣不會 比較沒有過曝的太誇張 差不多 其實跟原始預設的數值很像 原始預設的數值是 EV大概15 那你看我現在設定EV起來 大概是14.966 這底下這些數值的設定 你可能需要 有一點傳統底片相機的概念 或者你有玩單眼相機 手動在控制 你才會知道 一般我們現在大部分人 都不是用傻瓜博士 就是 快門先決 光圈先決 那早期的 機械式的那種 很重很重的相機 沒有這種 就是你每次要 就要去看 測光表拿出來測 那我要怎麼曝光 多少數值 我現在是用我當年在玩的時候 新的經驗值在調 所以會去抓 就是 那個大太陽下面 大概3點鐘 4點鐘的亮度 那我大概會抓快門多少 光圈多少 的一個設定方式 至於顏色 目前先不管 底下還有一些 控制選項可以控制 現在先不動它 基本上這個樣子 扔起來就會是這樣 模型 是有一點點過曝 不過 先這樣吧 所以這部分 是Render跟打光 等一下我們再來講 擺姿勢 我會選擇 那是? 這邊不會有這個樣子